用声音诉说台湾企业家动人的故事 用温暖分享台湾女性内在的生命热情 一首歌 一段记忆 一封为您朗读的信 小玉家族 用爱凝聚心灵的力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4月28号礼拜一的小玉家族 我是你的主持人小玉 最近星期一我们会进行小玉姐妹会的单元 小玉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台湾省资议会资议员张碧琴资议员 以及她的女儿李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天呢我们的资议员会和大家分享属于她的生命故事 以及她和次女李杰之间的动人故事 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仔细的听咯 那当然在节目一开始呢 小玉也要和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Lollipop at F全新EP 那么厉害全台唯一签唱会来咯 在5月11号西门町区城市广场 喜欢呢Lollipop at F邦邦堂的朋友呢 千万不能错过这次的机会咯 那听众朋友呢 现在赶快的到小玉家族的粉丝也按赞呢 并回答呢相关的问题 就有机会呢 可以得到Lollipop at F首作梦回忆底片哦 这支小玉和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歌曲 是Lollipop at F所带来的 怎么了 也送给我们所有小玉家族的听众朋友 越是拥抱越是冷漠 上时背叛了回忆 是面对还是闪躲 时间止不了伤口 心动到最后往往心痛 别人牵着手 怎么放手 多么沉重的泡沫 依偎的承诺 动开手 怎么回首 那么认真的爱过 还是认错 不爱不爱都是无奈 不认勇敢不勇敢 为那死的手只有安排 不爱不爱都要慷慨 总要被吵得浪漫 为那死的手只能安排 抓不住 却又牵不断的爱 收不回忆 却又给不了的爱 你怎么说 怎么问 I'm my love 究竟这是你用 或者其实你用我 为了一个借口 等候我 曾经用我的手 用握着谁的手 情话不如山话不朽 像是背叛了回忆 是面对还是闪躲 时间止不了伤口 心动到最后往往心痛 别人牵着手 怎么放手 多么沉重的泡沫 以为的承诺 公开手 怎么挥手 那么认真的爱我还是认错 不爱不爱的是不耐 无论勇敢不勇敢 为那死的手只有安排 不爱不爱 不爱不爱都要开开 总要配吵得浪漫 为那死的手只能与我 抓不住 却又牵不断的爱 重复未尽又给不了的 牵着手就怎么放手 放开想想怎么回首 牵着手就怎么放手 放开想想怎么回首 就算是玫瑰带来的伤害 我仍然缝在我的手掌 还留下来的纠结 有另一份爱解开 不爱不爱的是无奈 不论勇敢不勇敢 为那四个手只有安排 不爱不爱都要慷慨 总要退潮的浪漫 为那四个手只能完 抓不住只有坚固的爱 从不悔只有给不了的爱 有你和我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小玉姐妹会 小玉姐妹会 目前担任台湾省资议员 他是一个无己职的任务职责 那么对于中央政策呢 我们经过开会 或者到听过演讲之后呢 必须要下乡 那么帮忙做宣导 让百姓有资的权益 能够资讯的平等 能够更加的了解 我们的中央政策的落实 今天呢 在这边 在我们的小玉姐妹会里面 你想跟我们姐妹们 共勉的地方 绝大多数的成功者 都是从底部 一步一脚印走上来的 所以如果你们具有 积极的人生观 就是我们未来 成败的最重要的关键 遇到逆境 我们要积极去面对 就不要去逃避它 我们把这个逆境 当成是我们人生功课的 一门磨炼跟学习 那总是要面对它 一步一步去解决它 像圣言法师所说的 我们要面对它 处理它 最后还要放下它 这样的人生 才能是完美的 这些话呢 我想跟我们的姐妹们 互相勉励 姐妹们 我们一起加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 小玉姐妹会 在今天呢 小玉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台湾省自艺员 我们的张碧琴 我们的碧琴姐 我们先请呢 我们的碧琴姐 跟我们所有亲友朋友 先打个招呼咯 我们FM96.7 欢迎广播电台 所有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还记得我吗 我是新竹县议会 前议长张碧琴 是 我相信大家听到她的声音 我都会觉得 非常非常的熟悉 在大概三年前 小玉呢 就访问过了 我们的前议长 然后当时我也觉得 相当相当的感动 因为其实 一个女人 其实要从政 尤其是在 这样子一个 政治深海当中 其实还是 大部分的人 还是会觉得 父权主义 比较重一点点 可是在当时呢 小玉遇到了 我们的议长 其实她一路 从代表 然后到议员 然后到议长 然后大家看起来 她在整个 从政的各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顺利的 当时 当时我们看起来 我很努力 整个过程当中 是非常受到肯定的 然后每一个人 只要看到她 都会被她的热情 然后被她充满爱的 那颗心给感染了 那其实呢 我们的这个前议长呢 也是现在的 台湾省的资议员呢 其实她从小 就是在一个 充满爱的家庭 长大的这个女孩 也是父母的长少名著 我们可以和大家 来聊一下吗 从小 生长在一个 折中家庭 那么父母亲 给我们的身教 让我们印象 非常的深刻 不仅孝顺长辈 那么对完辈的教导 总是用身教 所以呢 从小也没有什么 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爸爸妈妈常开玩笑 她说如果我们家 不是从事服饰 剪裁 定做的 都是收现金的 早就给我们家 是个小孩吃垮了 所以其实 在一个很好的环境 当中长大 然后拥有满满的爱 所以其实小的时候 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长大 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 未来长大之后 其实会有一些些的影响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前议长 他就是一个 在充满爱的家庭当中长大 所以大家会看你 其实一路的成长 其实都 也非常非常的顺遂 那后来其实认识了一个 相当了不起的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呢 在三年前 我们的前议长呢 特别提到说 他是他的心灵导师 他是他生命当中的守护者 就是呢 您的先生 李鸿章先生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吗 因为我先生是客家人 那么我是闽南人 那么从小 我们在一个非常有 关爱的这个家庭里面成长 妈妈呢 因为四个小孩里面 就一个女儿嘛 她总不希望就是说 早期给人家印象 就是说你嫁到客家庄 就是要去夏田 做田里面的事情 她就是比较不认同 我们嫁到客家庄 但是呢 弟弟们可以去客家女孩啦 那就是父母亲 就是异于就是说 对于我们孩子的爱 会有点要求的部分 这是父母的爱 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所以呢 也因为父母给我们的爱这么多 当我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就全心全力爱他 所以先生当初是一万块的 我身上带着两万块 毅然决然 就是要跟他公正 所以其实冒很大的险 我希望现在的小孩子 因为现在社会多变 跟以前会不一样 最好婚姻的事情 还是要父母亲认同过 这有祝福之下 一定会不一样 只是阿姨比较幸运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可以看得出 我们的毕竟节 我们的前一讲 其实他是一个 就是说当他觉得这个人是很好的 这是对的 然后即使会遇到困难 他都会去想办法克服他 那看他们现在是幸福又快乐了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在这一路 后来你们去了台北 然后其实两个人也算白手起家 然后骑着autobus也开始创业 对不对 现在住在阁楼 天气那么热还住阁楼 刚好两个人上去睡觉 然后站不起来都要登下来的地方 后来在台北创业 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子 互相的扶持 然后一直到其实事业有成 然后回到了这个家乡来 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过程吗 其实回来的时候 我本身对于做美容事业比较有兴趣 但是我先跟我讲说 未来应该是以金融业 跟房地产业去琢磨会比较有机会 那么因为假期随机 先生的建议也未必不可接受 所以我就是从建设公司的总务 开始做起 然后他去从事金融 所以后来会造就 在82年左右 造就我们仲介跟广告公司 到建设公司 不过这建设公司 在我担任议长期间内 我先生是整个就停下来 让我好说话 好做事 好为名喉舌 不希望有瓜田里下 所以这一部分他为我的付出 这本来是我们的本业 那付出了这么的久 竟然在我做议长期间内 整个就停下来 所以也令我非常的感动 我就觉得我在从政这条路 必须好好再付出 好好为为名喉舌跟做事情 确实 就是说当时其实先生的建设公司 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然后要一个男人 然后为了要让守护他的太太 把他的事业放下 我觉得那个先生爱这个家 爱你们的那颗心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 怪不得我们的议长 就不管到哪里都会提到 就是说他是他生命的守护者 真的 其实如果说一个男人 可以让太太跟家里的孩子 然后等于是说只要提到爸爸 提到这个先生都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男人也蛮幸福的 所以他比较不幸就是 成为从政者的老公 所以就变成另一半 牺牲本来就要比较多一点 但是既然要从政 就我们甘之如疑 是 其实我们其实在刚开始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从左北市民代表出生 然后那一届的新科议员 然后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就成了这个议长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当然就是在 后来再参选这个县长的时候呢 虽然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 可是对一般的人来讲 因为你县长选完之后 其实议员的这个身份 然后议长的身份 还是要继续服务 其实那有一段时间 是连结在一起的 对于一般的女性来讲 尤其是女生 我们其实在生命当中 对于我们的前议长来讲 这是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然后这是你为民付出的一个产业 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讲 换成是我们的工作 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 一般的女生可能就是 因为会觉得自己好像跌到了谷底 然后身心怎么让自己再重振 其实我觉得很佩服你的一个地方是 因为小玉在我们前议长选举完后没多久 然后我在台北的火车站遇到了她 可是我看到的她 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 我有发现那个恢复期待了三四个月很快 然后她就很有自信的跟我讲说 我偷偷的去考试 我现在在台大念研究所 我就看到了这个女人 其实她经历了这样子一个 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可是她却可以这么快的让自己 然后重新的找回自己 然后又找回自信 又让自己更加的精进 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吗 其实你是很快的就念书了耶 其实到今天为止 我卸任四年了 那这四年里面呢 做了两届 一届是三年的省制议员 第二届的省制议员 那么卸任的第二年里面 因缘机会去报考台大国发所 在子专班的一个研究所 我是偷偷去报名的 那我女儿是光明正大去报的 结果呢她考上了 那我有机会考上了 我才敢宣布 但是这两年是我非常快乐的时光 一失一得 没参选立委 那么呢 回来读书 我觉得非常好 那再往前 就是说 我议长卸任之前 也就是我县长参选完 一般人 选了这个县市首长 算是蛮大的选举 如果在一个月前 民调一直都是来 自己发的领先 到十天前 甚至两个人加起来选票 都不急 那一个人 所以最后面几天的变天 说实在很多人 可能会蛮怨天尤人 说可能也会讲到说 百姓怎么会做这样的思考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历练 因为上参一定有它更好的安排 所以我觉得 我虽然最后三天落选下来 再两个月我要卸任 我一样是三乡镇的 这个乡亲的事务 服务跟场次 一样都去参与 那么很快乐的心情 在坐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 那么乡亲还认为说 看到我还跟我恭喜 我问他说 你恭喜我什么 恭喜你当选县长 我说不是 我落选 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乐观积极进取 跟正向 让感受到身边的 身边人受到感受 是认为你是赢的 其实我是觉得 衰败有荣 所以在后来 这样一路走来这四年里面 我们的服务 对十三乡镇的服务都不间断 我说欠人家钱 只要有钱可以还 随时还得掉 但是百姓对于我们的支持 我们对于百姓的光环 我想不是今生今世做得完的 但是只要今生今世 有时间 这么天时地利 人和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很愿意去做 所以后来 在台大国发所里面 这两年 也给必情的视野 跟监视增广的非常之多 让必情未来在服务相亲 跟自理城市的时候的专业 是增加了 我不敢讲百分之一百 但是必情认为超过百分之一百 好 这个女人 没有因为在人生当中 遇到了困难 然后就从此 而不相信自己 而且她现在是超有自信的 我们先请这位自信的女人 先分享一首歌 送给你自己 送给我自己 杨培安的我相信 我在想人生当中很多事情 你用微笑真相的态度去看 哪一个地方都是非常欢乐无限的 你想飞上天 那你想跟太阳肩并肩 世界是等着我去改变的 包含有机会 我们政治的氛围 在我们在地的政治氛围 也需要我们去向上提升的 大家一起努力 那想做的梦 那我们从来也不怕人看见 就如同她的歌词一样 那在这里我都可以实现 所以我送给自己的歌 是杨培安的我相信 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待会呢再回到 小玉姐妹会的单元现场 我们稍后回来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你平线 在日落的海边 在热闹的大街 不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伸手就能空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让生活更新鲜 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爱你与不离 再忙再累 也要随时关心家人 一个拥抱 一句关心的话 一通电话 每天给您爱的人 满满的爱 我是台湾省制议员 张碧晴 你现在收听的是 充满爱的小玉家族 各位姐妹 我们不要独善其身 我们要奸善天下 要爱自己多付出 我是台湾省制议员 张碧晴 您现在收听的是 乐活满分的小玉家族 小玉姐妹会 欢迎回到 小玉姐妹会的 丹云现场 在小玉身旁的 这是我们台湾省的 姿议员同时也是 我们新竹县的 前议长的张碧晴 前议长 在上一段 我们和议长聊到 其实她在一个 充满爱的家庭长大 然后一路 其实身旁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非常的支持她 也很爱她 那她有一个很柔软的心 所以她也 时时的在 结善园 那从姻缘计会之下 然后她开始呢 从市民代表出生 然后呢 也担任了新科议员 然后在当时呢 也成为了新竹县地方的 自治史上的第一位女议长 那后来呢 开始也参选了这个县长 那当然在县长的选举当中呢 虽然说是挫折的 可是她很快很快的呢 然后就让自己呢 重新的找回自信 然后我觉得很幸福的 一件事情是 小玉在上一段 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在之后 我在台北火车站 遇到了我们的前议长 就是我们的毕晴姐 然后她就超开心的 跟我分享了 我跟你讲 我偷偷去考台大 然后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可以跟我的女儿 李杰一起在校园里面 我觉得好幸福 她用了一个 我好幸福 这样子来形容 其实我那时候 听了之后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感动 因为我看到她 就看到一个 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的女生 她并没有 因为这样子 把自己打倒了 她很快的就站起来 而且呢 马上的就 把这样子呢 灿烂的这个笑容 然后再分享给别人 那当然今天呢 因为她很贴心的女儿 也就是跟她一起念 台大的同学 李杰 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李杰也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先打招呼咯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杰 我今天来到FM96.7 欢迎广播电台的 小玉姐妹会 先跟大家打招呼咯 大家好 你们出去 大家会说你们俩是姐妹 对不对 我听了是很高兴 但是我女儿不以为然 她觉得她们很吃亏 我们可以来聊聊 就是李杰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说 当时其实你考到台大 其实家人很开心 这一路念书 其实李杰也非常的厉害 然后考上台大 是大家要放鞭炮的 可是后来你听到 妈妈也偷偷去考台大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当我后来发现 我妈妈考了台大 然后考上之后 我就觉得 天哪 我妈也太强了吧 真的太厉害了 因为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其实我可能我也没有注意到 我妈在干嘛 没想到她那时候 也在准备考试这样子 然后放榜了 我就觉得 啊好高兴哦 这样终于有机会 虽然妈妈是在直专班 那上课的时间 可能跟我们一般生 时间比较不一样 可是还是有重叠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好高兴哦 终于有机会 就是可以跟妈妈 在同一个校园 当学生总是比较有机会 跟她一起喝喝咖啡了吧 对 这样子讲 就表示说 其实在过去 从代表 然后从议员到议长 其实是几乎把时间 花给人民 对不对 你看女儿就说 终于有时间 可以跟她喝喝咖啡吧 那我们的前议长 是可以跟她聊一聊 应该说 我的智慧是晚成的 那么 从政之后 我发觉到 所有的民意代表 必须众生学习 不断的努力学习 而且求得薪知 才有办法 为民作更优质的服务 所以呢 也说过 因为卸任后的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三年本来选立委 后来没选立委 那当然有一些 问题关卡还没有解决 那我就想 那么 倒不如来去念书吧 那后来想一想念书 刚好朋友在讲说 台大国发所 你可以去考考看 其实我相当没自信的 但是呢 既然呢 要去考要稍作准备 所以我就偷偷的报了名 按照既有的程序 去落实去准备 结果呢 黄天不复苦心人 我就说我自会晚成 所以在六题的深论题里面 除了最后一题要背课文的 其他我在想 哎呀 我这个上七十分 我应该有机会吧 其实我觉得人生中 给我最大的礼物 除了我先生之外 给我最大的后盾 再就是我考上台大国发所 再次的进修 也是算上天给我最大的礼物 是 那李杰可以和大家来聊聊 就是妈妈跟你一起考上台大 然后当然就是两个变成是同学 你自己看待妈妈经历的一路的选举顺利 然后后来在上次现场选举私利之后 然后你看到妈妈这样一路的成长 心疼妈妈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妈妈让你觉得很感动 值得学习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妈妈应该是一个 真的是最可爱 然后最没心机的大人 然后是说政治人物 最善良的政治人物了 因为她从来不会去想那些 就是我要从中获取什么 她就是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去付出 那但是其实政治这个环境 其实常常我就觉得很心疼啊 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就会觉得 妈妈那么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在外面被别人说 一些不好听的话 或是受攻击啊 其实看着她这样 我们会觉得很心疼 然后每天这样 一大早 常常都五点六点左右 就可能就要出门 然后晚上十一二点回来 我们觉得这样的休息哪会够啊 但是我们最感动的地方是 那时候选举 其实大家都很拼 我们也自全部都动员起来了 然后也有很多的 不管是亲朋好友啊 大家都一起动员起来了 然后我们都那么努力 那虽然最后落选了 其实我们那一天回去 大家的心情就当然是比较沉淀 我们也讨论了很久 可是其实妈妈真的恢复得很快 她自己心灵沉淀过后呢 其实她隔天她就好了 反倒是她去安靡 隔天就好了 应该 真的 因为她有太多朋友 因为太多朋友都很心疼我妈妈 大家都是我妈妈交心的朋友 他们太心疼我妈妈 然后有人就说 她半夜啊 哭了一整晚都睡不好 就想到说 我妈妈落选这件事情 他们很难过 比我妈妈都还要难过 所以我妈妈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那么好 那么挺我的朋友 然后为了我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看这样彻夜难免啊 所以我妈妈就反倒去安慰他们 就说没有关系啦 那已经上天关了一扇门 会再帮我开另外一扇窗 所以我觉得 其实妈妈恢复的力量是很快的 那她也叫我们没有关系 那失败了不用气馁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还是可以持续的付出 那后来再来就是 妈妈考上台大这件事情啦 我考上台大 跟她在一起的事情很多 她非常的开心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因为读书的时间 常常都没刚好 只有礼拜五的时间 那礼拜五我基本上就 可能六点去到晚上十点 所以除非我提早去 可以在校园漫步喝个咖啡 吃个饭 那她常常在邀我 我们有几次快乐的时光 但是呢 因为常常想早一点跟她会合 但是地方事物还是很多 所以我常常这两年来 跟她吃饭的时间 喝咖啡的时间 相聚的时间 在校园漫步的时间 趋值可数 可是我相信我女儿 一直觉得也很满足吧 对 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应该会比姐姐跟弟弟 还要多次吧 姐姐常问我说 她大姐说 妈妈 你是不是最爱我 那以前我都不会回答 我应该跟她讲说 是啊 我一直都很爱你啊 但是我爱你更深啊 我以前都跟她讲 手心手背都是 都是说 我一样爱你啊 可是我大女儿都 都不满足 后来她跟我讲 妈妈你应该跟我讲 你爱我最久 对 他们还是会去比较 所以刚刚二女儿也讲了 说 至少比弟弟跟姐姐 他们跟妈妈相处的还多 所以从这里就知道 我其实是很愧对家人的 但是上天也让我们的小孩 跟家里就不愁吃餐 然后呢 小孩的这个教养 包含处事态度 对人礼貌等等 都不是让我们操心的 因为我两个女儿 都念 渡北中正国小毕业的 我带到五年级 六年级左右 基本上就准备去 去重整了 带到这个时候 他们的定型都定位了 所以读书都很自动 课外书也自动看 所以没有给我后顾之忧 所以他们一个人 虽然领了市长奖 跟县长奖 但是呢 以后的发展是 各有各的天地 但是儿子我比较愧疚 因为我儿子 从小都跟姐姐了 可是我觉得他很乖 他读书不像姐姐 这么有为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 基本的修养都有 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还是觉得很欣慰 其实可以叫我们的资源 然后我们的前一讲的 张碧琴 碧琴姐 其实你很幸福 因为一般如果说 他的儿女 现在可能像李姐这个年纪 其实他不太想 跟爸爸妈妈相处 可是他们却 我有几次可以跟他喝咖啡 我好开心这样子 真的很幸福 就大家抢着要跟你相处 这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耶 你可以想想 我的相亲每次看到我那种 缺要的感觉 真的就如同我小朋友一样 就一家人 就好像谁回来了 我好久没看到你 好开心 真的很开心 所以我们家小孩 谢谢你们 这么多年来 也协助爸爸 也协助弟弟 协助家里 很多的事情 但还要谢谢我婆婆 所以我为什么要再努力 去付出贡献 也也在此 因为上天真的对我们太好了 好 我们今天音乐时间 无关系我们先请 我们台湾省资议员 然后也是我们新竹县的前议长 张碧琴 前议长再分享一首歌曲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刚刚讲到我们的小孩 对不对 那我的小孩 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那么我把这一首歌 献给我的小孩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三个小孩有不同的个性 但是他们现在的样子 就是我最爱的模样 我们先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在我们明天的小玉姐妹会 会再次的邀请到 我们的天议长张碧琴 也会邀请她的女儿 继续来和大家聊聊 因为今天在录音室 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说 其实他们两个人 像是母女 然后又像姐妹 然后那种感情的亲密 我觉得这是女人很重要的 其实从我们的前议长呢 身上你可以看到 她其实把女人该做的角色 她都努力的把它做好之外 其实她还想要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明天 再请我们的这个呢 前议长好好和大家来聊咯 Just the way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Girl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When I see your face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world stops and stares for a while Cause girl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Yeah Yeah The way you are què то 워 We'll see you miejsce